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縣長 副縣長 我們國局處的主管 各位議員工人 各位媒體記者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來先讀上次會議記錄 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5月30日上午9時57分 地點等會議士廳 出席陳副議長一躍等25人 列席張縣長花冠等26人 來賓各報社記者等24人 主席陳副議長一躍 秘書長黃尚文 議事組主任張燕博 記錄盧正道 林韻王立璇 黃旭平 主席宣告開會 一 報告事項 一 本會第18次第三次定期會 是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4條規定辦理 二 本次定期會議事日澄清 5月12日程序委員會排定 除立假日不計算外 即議員報到一備會議一讀會半天 小組活動六天半 縣長施政總報告一天 縣服各局處工作報告三天 縣政總質詢以業務質詢六天 審查議案兩天 專案小組報告一天 討論議案臨時動議二三讀會一天 至5月30日起到6月28日值 共計三十天 三 本次定期會主要任務是縣長年度施政總報告 縣服各局處工作報告 縣政總質詢 業務質詢和各業務單位 電付案等 四 本次定期會縣服提交議案即期案 二 討論事項 一 本次定期會之議事日程表排定是否妥當 請大會公決 一 決 照原排定之議事日程表通過 二 本次定期會總質詢時間及順序如何安排 請討論 一 決 六月一日上午12時前自議事組登記 預期未登記則案作為抽籤順序排定 每人執行時間50分鐘 三 散會上午10時01分 以上 各位同仁 我們上次會議記錄 各位還有什麼意見 沒有喔 沒有 我們就確認了 來 今天白天的議事日程是縣長的施政總報告 我們現在就請館長來做習政報告 張議長 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嘉義元議會第十八代第三次的定期代會 花冠應邀前來做施政報告 感覺很認真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都長期在積極監入我們的縣政 共同為我們嘉義縣努力打拚 請花冠代表嘉義縣府全體同仁 向各位表達由衷的感謝跟致意 至於管政府過去拍檔來重要的工作報告 我們已經在日前送交貴會 進行各位議員參閱 主要我覺得520新的政府上來了 可是我們很多台灣的問題 很多還是都延續性存在 所以嘉義的問題也是五六十年來 一樣都是存在的 因為政府一直把嘉義縣定為農業縣 在20世紀我們台灣發展交易的時候 我們的嘉義縣好像經濟列車 工業列車沒有在嘉義停過 所以我們現在嘉義我們的土地 幾乎都是農用農民居多 最近政府通過國土計畫法之後 我們將來21世紀更可能會被國土計畫法 綁手綁腳 譬如說海賓地層下線區 私地法 平地這麼多糧田 特隆完全不准興建開發 山頂山坡地保持法 還有水執水源保護區 有很多很多的法令 讓我們交易觀 我們本來就是差不多92% 是屬於非都地區 那再加上 我們8%的有都市計畫的地方 讓你總共可以開發 我們的92%的非都地區 讓那些國土計畫法整天之後 我們可以開發的非常有限 所以嘉義縣我們在未來 我們的精華處跟我們縣府團隊 農業處、水利處、文化公安局 跟我們的副縣長、秘書長 我們就在之前 就一直在長期 對這一個法令的公布之前 我們就稍作準備 盡量能夠把有一些未來可以開發的地區 先做一些規劃 看看能不能送到內政部 再重新討論的時候能夠搶救 所以這個是我們嘉義的一個目前的現況 嘉義觀 其實我經常在說 我們的資源環境不好 尤其在後六都時代 現在這個五都、六都呢 差不多減62%的資源都在本市 我們村的這些官司、省霞市 我們分剩下的 即使財政收支畫風法 或是公在法 跟我們稍作修正 還是對於資源分配會很難 所以我們建議中央政府 在整個國土的劃分 行政區域的劃分 應該要做重新的調整 這樣主管的分配才有公平 我們才有翻轉的機會 但是在這個之前 我們還是要自己努力 所以我覺得嘉義觀的目標 我們就是什麼 創作一個安機農業的嘉義觀 安居樂業就是我說 人人有工作 人人能過一個安定的生活 原文 descent job descent life 我尊嚴的工作 很快樂的一個生活 是嘉義人追求的 我們不一定要少數大富大貴 村的人很辛苦 這就是台灣目前 六都之後 馬太效應 就是跟很多國家 包括日本 它就是變成什麼 隔天方便後 大家早去都吃 鄉村怎麼樣 鄉村都剩下老人人口 再少子化 所以鄉村魅亡 這個馬太效應 會對嘉義線 將來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的嘉義新時代 才會定出一個產業新時代 農業新時代 文化觀光新時代 但是很多問題 我們看到最近 我們的主計處 發表的GDD 到四月份為止 年14K 到五月份 是年15K 如果到六月份再算下去 有可能16K 這個不是只有政府的問題 這是全球化 還有世界景氣的問題 那全球化的時代就是 國家跟國家要競爭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實力 培養各種產業人才的實力 不然現在都變成什麼 很多人 大家12年的義務教育 是用獎勵的 你要為他去探 九年國教起來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 很多大學畢業生失業 找不到他想要的工作 然後很多工廠找不到人 人找不到工作 工作找不到人 這是什麼 這就是教育政策 所以今天我主要 跟各位議員 要報告的是 教育的部分 因為教育 我們過去很強 五六十年代 那兩位數的經濟成長 主要是靠台灣的技職教育 技職師 那個技職教育很強的這一段 但是現在全部都是大學之後 這些技職人員很少 所以工廠都找不到人 然後嘉義縣的學習環境 跟都會又不一樣 我們嘉義縣是屬於偏鄉型 所以我們嘉義縣 偏鄉型 未達五十人的迷你小學 有三十九間 大部分都會偏遠山區 跟海區 這個狀況會變成怎麼樣 請說人和國小 十三個 一年級到六年級 十三個人 十三個人 幾個年級大概就是兩個人 到三個人 第一名就是第一名 第二名有可能就是最後一名 然後老師偏了那麼多去 學這個資源沒有辦法整合運用 然後學生 一般如果只有兩個 他的同才學習競爭力降低 所以我們嘉義縣 我們在這個 那個偏遠地區 老師的流動力又很高 還有很多 所以我們的青創人口外流 隔代教養這麼多 所以我們家庭教育功能 也是薄弱 所以我們現在採用的 一個教育處 有一個解決這個教育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台灣 我們盡量就我們的環境資源 去做實驗教育 還有跟中正大學 嘉義大學做共辦學校 然後像大埔跟風山 我們就是要把旁邊四個小學 跟國中放在一起 變成國中小 這是尖堆 尖堆特別的環境 特別的一個學習環境 學生我們去做什麼 量身訂做 讓他們能夠有他們需要的課程 能夠讓老師的資源 共同去運用 所以我們在古年太平 阿泰興阿哥佩奧 有幾個學校呢 我們就是用實驗教育 把他們的一些像藝能科 就用混零教育 混零教育 英文我們分低中高 其他個別的科目 我們再給他們加強上課 之後呢 我們還給他加那個多了 多了差不多一個禮拜的什麼 課後輔導 課後輔導 尤其三個很多農芒的家庭背景 所以我們課後輔導 給他們之後呢 我們實驗了一年之後 那時候教育部 吳部長下來 他很感動 他覺得我們是有針對環境 針對我們的資源 我們去做一個變革 這是實驗教育法通過 我們全國第一次去取的 做的效果 師生都很滿意 所以我們在講的就是說 教育有些時候 不是有教無類 因采實教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說 我們很多偏遠地區的學校 能用這種方法 來處理我們的教育 讓這些學生 不需要採取 你就會叫他 12年醫護教育 怕那個要採取 那個做的去採取 結果兩個不愛念書 我喜歡玩烹飪 我喜歡玩藝術的 我要去陪那個要考高中的 兩個去背那個去採取 就浪費青春 然後我們要發展其他專職的教育 不夠 所以我們的實驗教育法 獲得教育部非常肯定 我們今年會再繼續 再實驗下去 另外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革新 就是共辦學校 就是說 我們做一些親家學校 我們找中正大學 跟教育大學的教育系的 老師學生 來輔導我們的 各 一共差不多十一間的 學校 來 老師 大手牽小手 學生也是大手牽小手 他們等於是 我們把大學的資源 無形中 用大學的資源 引進到我們的中小學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想出來的一個 一個 我們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之下 相當是不錯的一個做法 教育部 那時候吳部長下來看好幾次 也對我們這個 非常非常的讚賞 所以我們現在 今年在新清這個實驗教育法 我們還要擴大 就是說法令鬆綁 才能夠讓我們這一種 環境非常困難的一個 這個縣市能夠做這樣子的 因材施教 讓孩子教育的幸福去學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的議員們 我想交易關的 共同的進步 都是大家 都應該都是意見一樣的 那我們也歡迎所有的我們的議員們 隨時給我們教育處指導 有什麼做得不太好的部分 我們再來修正一下 因為很有名的那個英國詩人 葉齒就說 教育不是把水燙到水裡給麻 教育就是把這裡面的火把它燃起來 讓它燃燒 所以我們教育是我們地方要翻轉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呢 我也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跟各位議員報告 我們施政的這個主軸的這個部分 教育包括文光小學的情境英語學習 這個我們完全有外地募款 但是我們請了外籍老師來教 讓孩子有這一種到國外遊學的經驗 第二我們也在每個學校創作多元的社團 愛音樂的音樂 愛美術的美術 愛主席主席 要雕刻的雕刻 喜歡科學的科學 所以我們好幾個學校去參加 我們所有的國際性的這些科學比賽 像布子 國小就常常 布子大統國小常常得獎 所以小孩子有不同的天分 我們讓他去發揮 所以教育就是嘉義翻轉的一個力量之一 當然中央在整個國土行政區域的劃分 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 我們要等著瞧 因為小英政府在選舉的時候 他講的 他建立的是一個能夠解決問題的 會溝通的一個政府 這個也是嘉義憲政府現在要做的 剛才他管政府就是要做一個 可以解決問題 還可以溝通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局處都會用非常謹慎 非常用心的一個態度 對每一位議員的建議 我們會盡量盡量來往這個方向來解決 我們共同來打造嘉義的一個未來 美好的未來 那第二 第一步我跟大家報告 過去這半年來我們施政的一個災要 第一項就是交通 我們一五九縣的拓寬 整個月賣球到十九縣 八江大球出來的輪子 我們在拓寬的時候 我們就順便把它改成馬祖大大 我們知道每一年三月全台灣都小馬祖 所以每一年三月份最少有五百萬的信徒 而且這些信徒不是老信徒 包括外國人包括年輕人大學 神都是用腳一步一步的走 對大家出發八年高崗 這個已經變成全世界三大宗教聖事之一 所以宗教其實也是地方觀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 你看歐洲耶路撒冷的朝聖大道 它是四個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跟東正教 所以全世界的人 各種教徒常常去 耶路撒冷 他去幹什麼 他就是拿著 基督教就拿去 聖經去 你看 耶穌在哪裡去用掉十字架的 耶穌出生日在哪裡 他的幾個弟子 所有的弟子 保羅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去哪裡 大家去看 這個無形式中 宗教就可以帶動 地方的文化觀光 這個無形式中 農業也都在進步 所以我們的嘉義新時代 是我們說文化觀光新時代 要接著農業新時代 就是我們的馬祖大道 從葉梅坦到台十九縣 北港橋頭 9.6公里 我們分三個階段進去 現在第一階段是做千里一眼 順風兒在月外九頭 和其平安 在原來的南港 和南港 和北港的圓環 本來就是亂七八糟的 交通又不方便 看不清楚 我們把特色放在那裡 我們把馬祖的故事 1621年 岩石崎從本港進來之後 馬祖就是從那裡 但是本港去給他本體之後 才有分臨的北港 和其新港鄉的南港 所以我們是大嬤那裡二嬤 三嬤就是六星公 六月來訪那裡 三嬤 三嬤本來是王德路家的什麼 家廟 所以我們連續從北港 蘭拉大橋 蘭拉圓環道 我們159縣 我們有經過南港的天后宮 還有共和川的長天宮 這個都是馬祖的文化 那我們把它做成 這個有特色的文化在上面之後 第二期我們會在新港公園 做一個馬祖的一個故事公園 然後這個中間會有互動的 把馬祖出生 馬祖怎麼生天 馬祖怎麼在長山過海 保護我們的祖先過來 所以有定心的 年心的媽 對著著的 也有軟滾媽 有這麼多的馬祖文化的故事可以說 這個對我們的觀光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第二期會坐在新港公園 讓大家進去可以看到 馬祖祂的出生 到祂怎麼樣救人 行善 然後祂怎麼升天 才會全世界現在是佛教 這個馬祖廟 是馬祖信仆千千萬萬的 這麼多人 那第三期呢 我們在等新港公所的土地 處理好了之後 我們在進行有一些 比較其他比較有互動式的一些 這個設備 我相信這是台灣 生責生贏 所以我們的馬祖大道 將來就是變成我們嘉義元 觀光一個很大的設備 在故宮來這邊之後 我們再加上中將文化在地的特色 再加上我們有山區阿里山 我們有海區 我們有寶貝港 我們有冬酒 市場買到 所以我們來看高跟鞋教堂 才花兩千多萬 還沒有好 今年的過年 寶貝人 我們剛才跟我說 我們寶貝從來沒有開車 開車啦 今年開車很嚴重 反正 很快開新路 就是說 開車其實是一種好的現象 就是人才會來 但是你怎麼樣把人潮留住 去賺你的觀光錢 這個也要在地居民跟政府一起合作 所以對於交通的問題 我們也已經規劃 從布袋港到第三瑜港 這個已經在規劃中 我們希望能夠向高雄港務建設基金來申請 這樣才不會排擠到 我們生活圈的 這一個 這一個 預算的排擠 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 也跟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報告 我們的馬祖大道 我們在今年4月12號 第一階段 千里眼 那些核其平安 都是用在地的 膠質燒跟壓克力去塑造的 有在地文化特色 第二 我們那個布袋 我剛剛講高跟學的禮堂以後 我們還會有其他一連線 有關愛情的這些公共藝術 高跟學禮堂 很多外國媒體 兩百 將近四百個外國媒體 把我們報到之後 我們這裡紅豆回來 那他們好奇的原因就是 你報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你去一家高跟學 這麼大小的高跟學 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就會講故事了 從黑咖啡開始攻擊 所以女人的幸福 就是要能夠穿高跟學 高高興興的出價 然後踏破夫家的行樓瓦片 去旺夫跟娘家做一個切割 這種有梗的故事 對觀光客 世界觀光客來講 這才叫在地的特色 所以我們會在今年度 跟明年度還會繼續在做 沿著二十三度半 我們會做很多很多 有關愛情主題的一個路線 的一個公共藝術 那第三 一個重要的交通就是 我們的一五七線 我們破夫主要去蒜頭這條路 兩邊都十八米 都是價位都十八米 但是我們的蒜頭大橋 高米幾十米 高米幾十米就是 換一句話說 這個剛好是一個瓶景 可是因為故宮現在將來 就是嘉義縣的核心 所以不是只有從高里都來 從南北路、海邊都會來 所以蒜頭大橋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橋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列為第一優先 已經規劃好了 送到公路局去 我們希望就是直接把它做成二十米 而且是要有造型的 因為這不是在我們地方通路的橋 這是在故宮旁邊的觀光 特區裡面的大橋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完成規劃 那大概需要的經費9.5億 我會向中央爭取經費很快來完成 因為從北部來、從北港、海邊來 會走這條路 另外我們最擔心的問題 最關心的問題 也都是治水防洪的問題 長久以來 我們很煩惱 氣候變遷了 普通是沒有水湯池 下雨後天 風太來 滿潮的時候 叫水吃掉 所以 治水防洪是非常重要 在山區的野溪的整治 一直到整個到外海出去的閘門抽水戰 治紅石等等 但是這種發揮是非常非常的龐大 絕對不是我們地方政府有辦法做的 所以從切長田院長開始 八年八百億的總和治理計劃 事實上我們都沒有分什麼算 就是從海區做得到去就對了 海區那些大門 從那裡整理好 水就不會倒灌再回來 在我們每一個地方 有的有經濟 有的沒有經濟 水會漫游 在你們家走過他們家去 他們家走過那裡去 所以真正要整治 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台灣很多地方 我們現在只能夠用這個總和治理計劃 那我們這一次的六年六百億裡面 第二期呢 我們已經爭取到 將近四十億 在全國排名大概就是說 第二名 我是說我們爭取 很緊張的經濟 這個錢我們不能輸 所以我們很緊張的經濟 第一期、第二期 主要治理的對象 大概是荷包與泡水 先鼻白水 怕我們鼻頭白水這個系統 怕六甲白水 這個部分我們放在第一、二期 還有像中埔有一些部分 是在第二期沒有通過的 我們第三期會繼續補 土地徵收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中埔地區議員 也可以了解 我們就是一路在做 所以這個需要時間 在這以外 另外有一個應急工程 就是說 你就突然這個地方 就是一定要水馬上改管 淫水很厲害 這個硬水急迫性的 或是瓶頸段的這個應急工程 從103年到105年 我們也精出到中間 3.76億 3.76億 當然要每一個地方都做到 每個議員建議的 我們無法一一做到 但是我們都是盡量站在 嘉義縣整個角度 高度 是看哪一個優先次序 影響性命的部分 我們先做 其他的部分我們就有優先次序 但是我們會繼續爭取應急工程 雖然每一位議員建議的不一定 有辦法第一次都很完整 但是我會很努力 來跟中央爭取所謂應急工程的金額 再來第三點 就是我們的下水道工程 在陳明文推動民雄之前 我們是全台灣 零沒有第污水下水道的一個縣分 下水道的污水下水道的治理 是代表地方進步文明的指標 但是我們過去 我們農村生活都有避難 我們排水就不會排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理想 但是這就是一定要設 當然有一段時間 設的地方 它屬於比較靈弊設施 基民會抗爭 所以在陳明文現場時代 有碰到一些困擾 但是我們都解決了 所以我們預定 我們的民雄下水道工程 可以提升2.75% 在今年底完成 可以提高我們的2.75% 破支的保養到107年底 完全完成之後 可以增加2.47% 所以換一句話講 我們已經打破零了 我們會再繼續爭取 民雄都市教委區 大部 高鐵特定區 太保 六甲家 主要河川旁邊的都市的一個 污水下水道系統 所以我們憲政的治理 基本上是站在一個嘉義縣公平 一個理性合理的一個角度 在做這些重大工程 另外 比較奇怪 我們都知道 全國這個老人人口最高的 我們很少拿第一 就是這項拿第一 17.43% 超過全國平均差不多12-13% 就是說愈多市的地方愈好 老人愈舊 老人愈舊 他的社會 法定社會福利的包袱 越輕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所以嘉義縣政府 我們每一年的預算 我們在控管八成五 只有185億左右 我們51%是在人事會 其他教育跟法定社會福利靠掉了 我們真正可以再做 這道路工程 差不多剩20億 換一句話說 台北市的公園管理處 約約200億 就超過我們嘉義縣政府 所以好起來吃到 都流亂出來了 我們這個就是無法度 就是有限的資源 只能做合理的分配 所以有很多議員說 你館長是不是比較偏誰 其實沒有 我大部分大開會 平均每個鄉鎮都做 但是我們的土地 1903公里 又在偏遠山區跟海區 我們能夠整治的 其實都是非常地有限 那我盡量去做一個合理的分配 去創造最大的效益 所以在這裡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跟各位議員說明 但是我們的老人這麼多 我們體重的 做費者有家裡的老人食堂 就是利用社區的人力 還有我們補助設備 還要希望他們在外鄉親 也能夠回來關心 這樣超過50個人的 差不多有一個社區 有一個五十人的老人 他可以做費者吃飯 不用自己煮 再來有盆 而且他如果沒有來吃飯 我們還可以檢查看看 是不是他生病了 所以這個費者有優惠 這是要花很多的錢 但是我覺得這個政策 老人食堂是非常好的 其實新鮑魚也會爛爛 但是他們比較有錢 所以他可以短期間做很多 那我們是用我們有限的資源去做 所以我們還會繼續再增加 這個老人共食的活動 甚至於我是結合很多的政府 民間社團跟我們的鄉親 共同來把這個老人食堂 盡量的發揮他的效應 讓我們可以創造一個 永續健康友善老人社區環境 第二點 我們要特別設置摩拉克之後 我們副縣長那時候是當洪石市的嘉義會會長 所以他很會善用這個物資 大家經過來的物資 然後在偏遠地區需要在災害發生的時候 在幾天內沒有辦法提供食物的地方 我們就設了這些物資銀行 還有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對於中低收入戶 過年希望能夠送年中送完 家子 這些行的菜送去他們的家 我們動員全部的 我們的公務人員 我們沒有出錢的公務人員 你出工 用你的車送到每一個人的家裡去 這才叫做年中送暖關心 所以我想我們也應該給副縣長 給我們的嘉義聯合慈善會 還有好幾個我們所有各局處的同仁 都開自己的車出去送這些年菜 我覺得這個是溫暖在每一個需要的縣民的感受上 當然不需要的人 你是有福氣的 你就不一定要這樣 另外就是 要在我家行動通路車 我們在社區市集人潮多的地方 或是假期長假期 捷徑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有這種 宣導身心障礙者的相關政策 社會福利 包括權益 擴大身心障礙團體的產品推廣銷路通路等等 這個我們包括身障的相親 我們也都盡 有很有心的盡力把它做 第三個我們這次的民調裡面 評比我們嘉義縣拿第一的 大概就是醫療衛生 醫療衛生我們一直從陳縣長時代 開始做行動醫療車 那我現在變成三加一行動醫療車 就是等於做複合式篩檢 一個人生六七成功 又不用去教兵一等 尤其老人家 一般來講 我就拚大出門 我就把他放到派去為止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在這幾年裡面 我們已經從第一次的 這個複合式篩檢 找出了700多位癌症的疑似患者 然後第二階段我們才勸他 再去做這個 再做進一步的一個檢查跟治療 所以生命的健康 事實上可以由我們的醫療衛生 來推動 那三合一的行動醫療車 複合式篩檢 事實上在WHA 他們的專家學者來到四檔情 來到嘉義的時候 他們就很稱讚我們這一種很聰明的想法 用很少的資源 把病院送去增殼去 輪流幫他們檢查 這個他們現在在全世界其他比較 資源缺乏的這種 跟嘉義類似的環境 他們才推動 第一 古年燈隔熱 又是倒忘記了 燈隔熱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蚊子 蚊子似乎 這個內急斑紋跟白線斑紋 好像也沒有辦法完全滅絕 包括最近流行的枝卡 都是由蚊子在帶的 那古年我們好像巴掌溪以南的台南 非常嚴重 其實蚊子並不是巴掌溪 並不是說乙的黃線 蚊子要趨穩它的生產力一粒軟 一隻的抹紋 打開一天 那就可以搞出四百多隻的蚊子 所以它的繁殖事物太快了 那最重要還是要徹底 從環境衛生 居住的環境開始 所以我們今年三月四月 我們陸陸續續在學校 在社區 我們都一直在宣導 尤其你有積水的盆罐在外面的 拜託我們大家能夠把它倒乾淨 刷、清洗乾淨 這個都是最基本的 但是基本就可以拯救我們 讓蚊子在這邊不喜歡來 因為蚊子絕對沒有形狀 它沒有趨意化分 它沒有說那台南館的蚊子來這裡 我們把蚊子沒辦法 所以它是飛來飛去的 所以我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的議員回去在選區的時候 多多的宣傳 我們環境 這個衛生 把這個會積水容器的這些 或是土地凹凸不平 積水它就是決決最喜歡住的地方 所以大家能夠一起來推動 對於兒童的健康 我們一向都是很關心 所以我們都繼續 包括牙醫師公會 兒童整合性篩檢的服務計畫 都繼續再進行 尤其現在幼托整合之後 我們更是一個單位在主管 更方便 都是教育處 所以我們今年 我們的兒童健康 已經完成了一萬人次的健康照護 父母也會比較輕鬆 另外就是吸毒 毒品有這個要引的人很多 現在工商發展 毒品人口也急速增加 這個吸毒到最後會變成患毒 前幾天報紙 嘉義士抓到的時候就說 那些都在家醫院去 其實就像文子一樣 他們是走來走是游動民主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要切斷 這個毒品的供給源頭 所以我們的現警察局 最近 也破獲一個非常大的 製毒的 Ketamine的一個工廠 很大很大 一家一家 所以我們也應該給警察局 一個肯定 肯定 因為我們現在出去更生人 藥營更生人出去 下話是說 十個出去七個還倒回來 還是三個其中是十兩個去 所以要戒掉藥營很難 而且它社會會排斥 所以我們現在呢 在全國首先呢 設立一個中途之家 讓女性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靈力 優害我們整個女性 先做 讓這些人可以 有收容所 還有諮商補導 還有植物訓練所 減少它再換的一個機會 讓它能夠正常的回歸社會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空間的規劃 也在辦委外招標 我們預定在六月底 我們大會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啟用營運 這些衛福部對我們也非常的讚賞 這是全國第一個緩讀的典範 第四呢 我來報告一下教育的部分 剛才已經報告很多 就是教育創新 翻轉偏鄉 我們用實驗教育 把生態人文混凝教學 行政創新 共辦學校 事性發展 這些都是我們的主軸 這個主軸 根據它的條件跟在地環境 不同的模組規劃 讓這些偏鄉學生 他有什麼 有更多的同學可以互相學習競爭 也能夠透過這些多元的試探 啟發他的專場跟興趣 將來對社會 他也會更容易找到他的出路 所以會更有信心 所以我們期待嘉義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首先在台灣的一個實驗教育跟共辦學校 這個做法能夠變成我們 有人才的一個競爭力 我們知道說 一個國力 其實人才才是他的競爭 他的競爭力的一個主要因素之一 第一 英語教育的部分 我們現在四半 英語共辦 有錢 也不一定可以請到很好的老師 在山上偏遠地區去教 所以我們就用混凝教學 讓一個老師他可以同時在幾個學校裡面 混凝教學分低中高三個學期 這樣子能夠讓我們的英語能力提升 真的提升 另外我們的文光國際英語群是我募款來的 但是英語要靠我們 所以我們還要提供一個禮拜的吃住 我們的費用沒有辦法讓太多 所以我們優先由偏遠地區的學生 優先去住文光英語村的體驗營隊 我們也有辦理英語日的學藝競賽 第三 對於專業能力的提升跟傳承 教好每一個孩子就是我的目標 因為教師的專業發展 就是能夠提升我們老師的專業智能 老師進步 才能全面提升學童的品質跟學習成就 所以我們在140所學校加入成立 校長跟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落實去推動教師的專業發展計畫 世界一般 環境一般 是未來時代來臨 老師也要跟著進步 教學的方法也要互相學習 另外就是我們所有的校長 現在大家都提早退休五五專案 新的校長起來有活力 有創新 但是經驗不一定都很足 所以我們成立一個校長成長工作坊 推動他的專業領導 後面就是一般人 因為你不一定會開店 會看內褲的壁 但是你要做好行政管理的能力 所以我們這個校長的成長工作坊 就是在教他們從學校的校務管理 教學 包括學生訓導 跟輔導還有永續經營的一個課程 另外健康科護 建立活力健康新校園 這個是我們教育部已經評定是 極憂縣市的殊榮 全國包括 全國非直轄縣市獲獎的城市 大宜關 我們有大廂等三所國校得到特優的學校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 也給各位議員知道 我們的教育處同仁 他們很努力 用非常有幸的資源 在突破我們的環境 跟財政的困境 第五 在文化觀光方面 大家應該是很有感 因為我們嘉義官 有我們的圓文弟弟 生態產業特色 二十四季 台風鄉電的發展是 客工業列車 但是那些都中央在塞 那幾千個的主管 陸里足科 陸里中科 南科 張兵工業工業區 台北 新北的大型建設 花博 世界這個運動會 都是中央政府的資源區 有少數人去決定的 從來不需要空頭到嘉義縣來 所以我們 自己也很認命 中央還沒看到我們以前 我們自己 我從過去三四年來 我就決定我們嘉義縣 我們要用軟實力跟巧實力 來創造我們的旅遊特色 故宮南院做我們的文化的底蘊 形成吸引人潮的推動機 然後再串聯我們的觀光聚落 所以觀光局已經發展了十五條深度旅遊路線 我們現在也正在跟旅遊業跟高鐵局 做一個旅遊的一個package 的一個推動行銷 因為有很多人來到嘉義 我想要去故宮之後 我想要去高跟鞋 我怎麼去這麼遠 所以我們就是包括環保低碳4.0的租車系統 我們也都在高鐵站前面開始試行 試行是營運了 將來我們在這些比較重要的觀光路線 我們都會做像這樣子的一些運輸系統 可以達到說 不是來故宮要一間票 看完就回去 一天來一天回去 我們希望故宮來是要他的外溢效應 故宮來帶人來之後 可以躺在這裡 所以旅館要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有七間旅館的申請去去 還沒有 都好 大概應該是 今年底或明年 會有一兩間都先出來 陸陸續續有七家 也許陸陸續續再會來 有人要躺 他才會躺兩枚三枚四枚 不然他就趕去去市 不然他就趕去台中基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 有能夠有旅館來 所以我們要努力招商 還要怎麼樣 什麼樣 觀光旅遊路線 我還要去哪裡 我們很清楚 給你十五條深度旅遊路線 你這艘來走海山 這艘來走 宗教文化路線的新港民雄 再來我走山區的 我走海邊 我們就是用這樣子 來達到他的 觀光旅遊的 這一個目標 尤其我們都有尺寸 我們的在地特色 這是非常重要 大家下去 台北不一定比東京大 那他為什麼要來台灣 我們要讓他來台灣 又要到嘉義來 看台北沒有的東西 日本沒有的東西 馬來西亞沒有的 新加坡沒有的 所以我現在 旅遊 我並不是針對中國大陸 他們的都是團進團出 收費比較低 我們要針對都會型的 像新加坡 馬來西亞 一些回教國家 包括韓國 日本 香港 澳門 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 都有在增加 然後完成山海的串聯計畫 我也希望我們各位議員 充分了解我們的施政方針 政策之後 能全力支持我們的文化觀光 文化觀光 要還有一些什麼 像東柏林在短短幾年內 推倒柏林圍牆之後 我去看了 到前年我去看 完全都不一樣 人潮不比西德 不比其他歐洲城市少 為什麼 他用博物館群的概念 博物館群的概念 讓你這樣一天看 你還賣完 還有兩天 還有三天 而且他很多新的旅館 跟在地特色的文創作品出來 所以 我想 整備 整個 曝光旁邊的 這些旅館 讓我們旁邊 嘉義縣的每一個 隆特產品 跟文創產品 跟觀光景點 讓旅客看到 知道 然後能夠 停越久 我們就賺越多 所以 我們 這一個 我們的文官局 很努力 包括 旁邊幾個社區 我們都做成 特色的社區 希望讓他們能看到 我們非常 先說 先去掙子 那些掙子 排排狀 像景緝型的 這種 很容易走錯回家的路 這個非常有特色 又大空網 做掃把 所以 我們嘉義館 現在 我們在做 跟故宮連結做 一個 山海串聯計畫 那 故宮 在這兩年 這兩個月 市營運 裡面 有來23萬 遊客 所以 他 六個月後 直接正式營運 我覺得還會再增加 再來 我們這次辦的博茶 雖然 雖然 他們沒有行銷費用 但是透過網路 我們也來了差不多10萬個 來自各縣市的自由行的旅客 戰不絕口 叫我們趕快再辦第二次 所以我們要確定 臺灣茶都的地位就是嘉義縣 現在是你幫我們學 但是 我們就是 有2200公升 優良的阿里山高沙烏龍場 在850海拔到1500 這個氣候跟土壤 跟陽光 跟早晚的氣候溫差 我們一星二夜 絕對有我們的特色 所以說 嘉義出貨 世界第一頂 為什麼防茅品那麼多 是因為我們會行銷 所以這一次日本金剛縣的茶博 也特別邀請我去 也非常禮遇 我們茶博社團也來 所以我們也透過產業文化的交流 來希望能推動我們的強勢的產品 跟文化出去 所以我想我們這一個文官局 跟眾歸處很認真 在規劃這些 包括蒜頭糖廠 蒜頭糖廠 這塊給它做 這個賣東西 這塊餐廳 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整體做一個規劃 像博茶這樣子 把那幾棟舊廠房 能夠像很多各國 包括橫濱 包括德國 歐洲很多國家 都是把這種東西 再變成一個文創中心 所以我們將來 就在糖廠跟故宮之間 資本境都可以形成一個 文化藝術特區 對於嘉義縣未來的發展 是非常有加分加成的一個效果 我們也期待我們的議會能全力支持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沒有忘掉 我們山區的這些路線 跟海區還有平原各地區的路線 太平雲梯比較可惜的就是 阿館處好像工程處的問題 所以會延到明年四月 但是這個將來是一個非常強勢的 一個觀光景點 一定也會帶動其他周邊的效益 另外台灣好行 就是我們跟觀光局政主 來進加我們的主委 做我們 我剛才說 文書交通就是 要讓UK可以留那麼久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們今年也跟他們爭取了非常多 也不太多 200萬 來聯絡這些觀光路線 但是不無小補 水利的紫藤花季也是一個特色 但是一本沒有紫藤花季 在看他們的規模 就知道我們的不夠多 所以我們要鼓勵 瑞峰瑞宇地區 因為一定要有那樣子的海拔 跟環境才有辦法生長 那個東西都可以吸引很多的遊客 其他我們有一些部分 公務人員在管的 可能效益反而不好 譬如說過去我們的 吳鳳紀念園區 我們水牛館這些 我們現在都是以政府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辦法 用促餐的方法 出去給民間去經營 我們就是拿全力金 那我們也不必付那麼多 公務人員這行李不會比商人會 但是他這個行政程序就是很囉嗦 這也是我跟小英講的要改進 因為現在時代腳步很快 所以盡量要快一點 農業是家裡大家都關心的 農業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三業 那我們的樂火園區 已經在最近會完工了 已經在準備招商 OT出去的一個動作 為外經營累積 水產價值園區 是因為我們去要在海區 找到水產品的價值園區很難 工業區因為地層下線區 那我們也是報邊完成 興辦事業現在正在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中 一定在今年年底應該可以 拿到開發許可 我要報告各位的是 我們都沒有帶動 但是我們這些行政流程 都是非常的不必要攏長 它事實上是可以更縮短的 因為現在景氣的速度變化得更快 所以這個也是我跟新政府 一直在強調的 第三期間的建設 我們基本上我們漁港還是要保留航道 所以航道在平常 我們還是不會容許 胡華市的磕棚到裡面來 但是颱風天的時候 我們就開放讓它進來 所以 漁港最重要的事情其實是清淤 我們也都是 都是在 一個一個陸續清淤 因為磕棚現在很聰明 你說好我幫你補助 但是補助款都給你提高 10%提高到30% 你看得到不一定吃得到 有的我們想要做 但是我們的補助看就是不夠 所以很多都去讓院小室拿去 我們就只看在那裡 看在那裡 望眉止渴拿不到 這個也是我們的 中央政府應該在公平正義之間 要趕快調整的一個部分 至於經濟發展 我想我們 這個產業園區的開發 已經陸陸續續在完成 中間有一定有很多風風雨雨 這個講了一大堆 其實 以我們與意關 我們要吸引產業到這邊來 除了我們在地 Local的產業以外 我們要吸引到大的企業 有稅收的到這邊來 或是能夠提供就業機會 並不多 所以我們的 限期開發的園區 都算很成功 中間我們也已經 都招商到幾個大的公司 比較代表性的 我主要希望有大型的企業來 才能帶動我們嘉義的稅收 或是說我們的產量跟就業機會 所以 第一 當我們每一期 已經都進入決算 第二期 現在開始在公告 馬筹後第一期 我們分兩區 大區塊跟小區塊 小區塊就是留給我們在地的 傳統產業 大區塊 我們希望能夠爭取 大型企業到這邊來 那我們第一期 已經出售完畢的部分 有33% 那我們希望第二期 現在在公告中 希望能夠順利全部出售 第三 第二就是 對於中小企業 他存活最重要的原因 還是在R&D 就是研發 台灣很多大企業 是政府補助對象 科技產業 兩兆芳心 太陽能 LED 政府花很多錢去做 結果 尋到中國大陸 尋到韓國 尋到日本 我們就變成很小 我們的大企業就變成很小 所以他得到的資源 並沒有讓他長大 走進世界 很多現在都被合併 所以這個是我們中小企業 才是 留在台灣的中小企業 才真正是 我們現在經濟的根 但是因素要怎麼創新 你本來傳統產業 要變成2.0 譬如說 藏織業 很難做 都走到外國去 但是部分留在這裡的人 他就開始去 材質上去研發 變成什麼 功能性的 發熱衣 發能衣 讓功能性 穿得又很薄 這就是我們 台灣人的智慧 所以台灣有很多的隱形冠軍 在台灣的各地 所以我們對於中小企業的研發能力 我們也一直都在輔導 另外就是維護住宅安全 跟最近地震平衡 我在這裡要特別 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從02-06的永康地震 事實上 我們也是 我們走的同樣 但是它是因為 維冠 這個建設公司的耐震能力不好 所以四百多人 但是之後呢 我們也看到屏東東海岸 甚至於台北 台中各地 陸陸續續 地震大大小小很多 越淺層越危險 所以它有些時候 適度的釋放能量是好的 問題是地震跟颱風不一樣 我們的氣象報告 能夠提醒你 預告你 不會超過十秒鐘 一句話說 我們接著電話 再跟大家統計的時候 你可能只有兩三秒鐘的時間 兩三秒鐘的時間 你的本能 求生的反應 要訓練好 所以我們一直在學校 在社區 推動這個震災 尤其是 現在複合性的災害很多 氣候變遷 所以這個地震 地震的這個 這個 防災 救護 這個訓練很重要 再來 現有的防止道路橋樑 的耐震能 那個評估 我們也都已經在做 都已經在做了 工友的道路橋樑 以外 工友建築物做了 輸入的 我們也都抽選 包括電梯 還有工業安全 也是一樣 這個也要定期 這個都是由法令 建築法規定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都定期 在那裡 你給他抽草民間的部分 因為這就是保障我們人民的安全 那至於環保的部分 我想環保 我們在整個嘉義線的環保 大致上我們都做得不錯 除了PM2.5是最近大家很流行關心的問題 但是空氣是漂浮來的 它的污染源並不是我們自己的 很多是從大陸 有的是從隔壁來的 所以共同維護 我們的舒適環境 是要大家一起來 我們今年 執行優良的社區 全國10個來的 我們佔人的10分之二 10% 另外105年度 我們福島社區環境改造的計畫 也爭取當一型補助 6個地方 是全國補助最多的 那我們建構零食家園的計畫 營造友善環境的結果 中普跟主企獲得 精進級的補助 所以環保的績效成果 事實上 我們是要給予大部分肯定的 至於我們考評 整體的考評也得到優等最高榮譽 一天 本來說要請我去聽眾 我說環保局長是他比較辛苦請他去 但是這個優等就是第一名 那我們希望是說 我們儘量宣導環保 包括垃圾回收資源回收 祈福愛地球 這個都是地球公民應該做的 我們一起來努力 所以安心的環境跟關注 在希臘的時候 希臘的人就說 強健的體魄才有健康的心靈 所以大家看 所有歐洲的博士館 在歐洲 希臘人羅馬人 日耳曼民主的男性的雕像 都是身強馬狀 Muscle man 都是肌肉很強壯的 很強壯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提供健康 公共的衛生環境 對於最近這個登革熱 跟芝卡的病毒 我們已經在3月4月都開始在宣導 而且從教育環保社會 衛生局各個處聯合一起在執行 也期待我們的公所跟議員 能夠幫忙 幫忙我們來做好整個健康的環境 至於毒品的部分 除了抓毒品的來源之外 我覺得社區人人都是守望遠 因為販毒的人 他要更改 這個習慣非常難 但是他的行為 他的行為會很奇怪 所以症結殺人也好 還是小孩帶老母子 小燈泡黑 不一定都是精神病患 有些時候他也許是吸了毒癮以後 發生這種狀況 所以在社區內 如果是說有這樣子有毒癮的人 我們也希望議員跟村長 跟我們派施所多多注意 讓派施所跟我們的衛生所 他們能掌握資源 有這種比較這樣子的資訊 能夠大家提供 我們一起來維護嘉義的一個安全的環境 所以我想嘉義的改變 不是很快 因為資源有限 但是是有目共睹 我們未來的政策方向 我們也非常清楚抓住 嘉義應該走的一個方向 所以最近我們的民調滿意度 應該是非六都地區的平均值 資上很多的 所以最近我們日本縣參加104獎勵地方 最近本縣參加104獎勵地方政府 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的事辦方案 我們的農政環保組是全國第一的殊榮 所以我們要有主席 我們也要展開窗币 歡迎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在這次議會 我就表示 管議會 嚇我們的管政府團隊 是共創嘉義美好未來的合作 我們是競合者 不是去搶奪分權的權利的競爭者 教育是百年大忌 對本身來說 只有透過教育 才能改變我們長期 第一度發展的困境 所以我在這裡衷心期盼 我們能共同為嘉義的教育 貫注新的動力 新的想像 讓嘉義能夠真正翻轉成功 最後我在這裡祝福 我們這一次大會圓滿順利成功 謝謝各位 謝謝 官長的市政報告完畢 各位議員 有要了解一下嗎 來 張議員 主席張議長 張縣長 縣府一級主管 議會同仁媒體朋友 對我們的縣長 今天的施政報告 實在是真不簡單 我聽到一句最討論的就是 唯有透過教育才能改變長期低度發展的困境 我就是要來請教我們縣長 你對這個教育問題和這個政策 你說工程找不到工人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將來要如何背後 和在背後 未來國家的主人翁 面對多元社會的態度 升學和職業學校的選擇 和他們的背後 關閉到我們將來年輕人的就業 與前途 我是要請教說 縣長你對這個 全面免視和究竟入學的看法 報告議員 剛才我大概在開頭的口頭報告裡面 最重要講到就是教育 真的是教育是翻轉 地方最好的一個力量 但是絕對不是一氣可成 因為台灣的目前的 十二年國家事實上 我認為是好像就是在補助 不切實際 至於啊 在併這個說什麼 我讓你前十二年免費的 併本來我就沒有傻味 我都傻味來做香啊 我傻味開彈天啊 我傻味未肚啊 但是我被逼在這樣子的教育制度之下去念 裡面一班如果十個裡面 可能五個是要正常管道去大學的 其他的我就沒有了 就變成了 我有其他的專長 我有其他傻味的小孩 就要去背那五個去做那個特色 浪費時間 也浪費資源 所以蔡英文上次來她就有講 我們要一邊做一邊學 譬如說你到十八歲 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來做農 我做之後我看到我需要再進大學 我再去念農專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去分 才能夠讓他們在小學 奧拜可以找到他處理的 譬如說吳寶春 我小學中學沒畢業 但是我就是會做麵包 我就是全世界的冠軍 但是她為了專業麵包 要到世界參加 她看日本的麵包 她去讀日文 讀英文 很多學專業知識 這個符合她的知識 行行出狀元 所以過去的技職師 拿掉升格為大學 才是我們今天教育政策 最大的一個錯誤 所以應該是要讓學生 讓她去選擇她喜歡興趣的 所以我們噴遠地區更是很糟糕 一個學校不超過五十個 一班幾個而已 你也沒有童材競爭力 人和國小的小朋友 有一個從來沒有留學過 第一人 她上次下來的時候跟我講 她老師帶她去的家裡 她看著紅綠燈 她也看著紅綠燈 她說老師 這是台北市 還是我們現在出國的 這就是我們家裡的鼻子 所以我們要讓孩子 教育的興趣去學 所以你在講的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的實驗教育法 我們現在的混凝教學 跟多元社團 包括這個異地遊學 都是讓小孩子 在更小的時候 去尋找她的方向 這樣她後面比拼了 她拿的大學 我告訴妳 外企業的老闆 沒有在看妳的大學文憑的 先生 我也是同意妳的看法 因為升學跟職業學校的選擇 這傳統是 比較對我們這種農法的官 一定是比較好 所以說全面免是就進入學 這樣行得通 她的效果 她的效果是這樣 是中央政府 妳要把資源配得夠多 夠好給我們的在地學校 妳不要覺得我們自卑 我們老闆說的地方 我們的孩子一定會在那裡 我們的孩子 老闆也很多 全世界的科學家 什麼都是 嘉義人也很多 不是因為妳是在落伍的地方 只是說每一個學校都有 每一個學生都有他的屬性 所以在地就學最重要就是 要學校的水準 不要貴族學校 都市的學校 台北市的學校 一年一億三千幾萬的醫生 我們是平均一千三百幾萬 所以這個資源不一樣 很多比較有錢的家長 我就要來討 新國啦 我來討課 那孩子就明明 我就不想討課這種的 我就不想正規這樣教育去 她就被逼要去走這些路 所以妳在地就學的話 一定要在地的高中 她的設備要好 所以我們的勇慶是 可以在台所跟我們走三天 像竹琦中學 我就是跟校長講 旁邊如果有地再找 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 可以跟市區 甚至別的地方批評 可以批評的 但是結論的 我們就要把孩子 要能夠挑選出她的 興趣跟屬性 這是兩件事情 好 校長 現在這不是 能夠決定的 也是要比較專家的人 下去堅討 這個當然是中央政府在決定 我現在是有一個 今天聽到妳有深入這個 對教育的重視 我也覺得說 基礎教育 它的重要 和我們的職業 我自己有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我們自己有一個 的建設已經是有夠用過頭 二、三十個學生 建設兩、三千萬的很多 也許以後 少子化 學童的少數 也許會併效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都是很多的浪費 我是覺得說 我們的軟體考量不夠 尤其是優先要考量的就是 師資的提升 教學人員的數值提升 我剛才有說 我剛才有說 對對對 我也是說 你說那個 落實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有這個評鑑計畫 我是跟你建議 一定要去老實 那當然啊 計畫就是要做 比論一下 比一個例就對了 像我們這個文光 文光的英語村 真的是很好的設施 但是 我們小學學童 他們所接受的英語教師 很多都是沒有教師證的 英文教師 所以他們的基礎都不好 他們的基礎就不好 去英語村體驗 對他們有幫助 所以我是覺得 應該 我們一定要注重 教師的師子提升 謝謝醫院的指教 你說的真的 不過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有的有的議員是說 啊 你怎麼搞我病笑 我怎麼都要這樣 這個每個地方的要求不一樣 但是你講的很沒有錯 怎麼樣提升教師的這個品質 這個都是我們已經在做 既然類為政策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第二 我們很多不夠的資源 我都從民間去募 至於文官國小 很抱歉 因為我們正式教育部的員兒 是沒有辦法去多那麼多 我們主要是情境學習 是要學英文 所以他並沒有教師證 教師證並不是保證老師的品質最好 而是我們這個文官國小是 英語情境學習是為主的 讓小朋友去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 所以我們每一個月 有美國日 美國月 有日本月 有不同月 是希望他們能夠體驗不同的生活 所以 非常重點 我現在的重點是說 硬體設備實在是過頭多 要重視在這個軟體 我不會浪費 就這樣 我知道議員 因為你知道我做企業 我都有很多浪費的部分 我其實跟我交往也不一定簽 但是有些時候 我們也要顧慮到 行貴偏遠地區它的硬體還是要 我們並沒有說 大量投資在這些 我們會合理的分配 不過這一點我們會請教育處 特別特別 把議員的意見列入進去 好不好 謝謝 來 詹議員 大家早安 縣長我要請教你 在我們上個星期的臨時會的時候 針對瘦肉精的問題 你有拿出一個手舉牌 你說國人健康優先 符合Codex標準 請問一下Codex標準是什麼 Codex標準 它是 它不叫法令 它不是全世界都簽訂的 它是全世界最有共識的一個 食品衛生安全 不是只有包括豬肉 所有的食品 它是美國食品藥物法令 不是美國 它是全世界比較通用的一個標準 那標準是什麼 標準很多種 你現在要問我豬肉 或是腰肉 或是說收產 就是肉類 它是可以在10個PPB以下 10個PPB 那這邊的話 因為今天是施政報告 你覺得說你的施政報告 是要收給你自己心安的 還是應該要對我們嘉義縣 我們對議會負責 對你自己負責 對嘉義縣民負責嗎 我第一 我對嘉義縣人民負責 好 那這邊有一段 那個 語音你聽一下 我們發表聲明 堅決反對使用瘦肉精 以及開放含瘦肉精的 肉體進口 我們堅持瘦肉精一定要零檢出 全力阻止瘦肉精進入嘉義縣 到四月底為止 我們都在 好 縣長 這個是101年5月10號 第十七屆第五次的定期會 你的施政報告 那你當時的說 那為什麼當時的說法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啊 報告議員 那確實是我講的 因為那時候國民黨執政 他是開 所以那時候是因為國民黨執政 不是啦 我講完好了 好 你說 那時候是政府 中央政府開放 美國牛肉進來 美豬分離 其實豬肉也是進來 可是 豬肉我們現在一年有 差不多3萬噸進來 第一多的是加拿大 第二多的是荷蘭 第三多才是美國 但是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談到TPP TPP是什麼 TPP是美國 12個國家簽定 合佑之後 你怎麼回去 經過你們國家 國會都同意 要大家同意這個 以後 它至少要有6個國家通過之後 那縣長我只要請教你 為什麼當初你說 就是 瘦肉精一定要零檢出 那為什麼現在 你就同意說 我沒有同意 這10個PPP就可以 有啊 你說符合 符合 符合 標準就可以 那你剛也說了 肉類的標準 就是10個PPP 它是 不能超過4個PPP 好 縣長我想這個 也不用再多做解釋 我想說 因為之前 是國民黨政府 所以呢 你就要求說 要維護我們 憲民的健康 你要求說 受益一定要零檢出 那現在是 民進黨政府 所以呢 你就覺得說 可以符合 Codex標準 10個PPP 那這樣之後 不是前後矛盾嗎 我希望說 身為一個政治人物 不要是政客 應該是我們 對於選民 對於洩民 我們怎麼樣的去說 前後標準要一致 而不是說你換了政府以後 標準就不一樣了 以上是我的建議 謝謝 專議員 這不是政治問題 這是 這是我們的食品安全的問題 食安問題 跟他的關係 是第一個去食安大樓的 我們從源頭管理 我們也現在跟 Global Gap 是最嚴格的 簽了No.1 台灣 全世界一百八十九個國家 我們是第一十八個 不是 沒錯 你頭一次是 你要給我零檢出 你要給我放寬的標準 不是 你聽我講完嘛 台灣 有很多人要面臨生技 不是只有育體的人 也有育體 也有精彩 也有育體 也有育體 每一個也有工業 所以是怎麼現在整個世界 在牽涉 不是真的 沒有彈到其他 我沒有彈 我沒有彈 我告訴你 因為你在第十七屆 上一屆的時候 還是說換了一屆以後 標準就不一樣 還是說 所以我才說你今天說 左座的口頭的 你的施政報告 是今天講完 這個會期講完就結束了嗎 就不用負責了嗎 沒有 怎麼講完不結束 對 所以 那今天我剛剛做出了 何欣寫的例子 我沒有跟你講的 就是說 TCP都還沒成立 也還沒有談到 台灣要能加入 對 當初的時候 然後我們用什麼去通過 去換什麼東西進來 也都還沒開始 沒錯啊 那所以當初為什麼 你們要抗議成這樣子 然後現在你又說 可以什麼標準呢 你不要把那個 假設性的問題來問我 沒有假設性的問題 我只是告訴你 做一個農業 剛剛講的都是很明確的 就是你的兩 前後 101年 跟今年 105年 5月27年的 立場就是不一樣 你怎麼知道我都說 不怕被 那個瘦肉精靈呢 我跟你講 那現場請你現在說一下 你要求說 未來的話 一樣如果要開放 就是肉類進口 美豬美牛 美豬之類的 然後你就是瘦肉精 就一定要零檢出 你現在答應我們 這不是我一個 你現在可以說嗎 我告訴你 我的立場需要這樣子 我的內心 你現在說出來 就是說你要求 我會要求 但是我告訴你 你可以說出來 你可以照你101年5月 5月10號所說的 這不是政治性的問題 我覺得說是 就是我們 你身為一線執掌 本來就是你要替現民的健康做法 我就是 國人健康第一 我就是 我們不要PPV 但是我又跟你說 你要知道的更多 Codex到現在為止 10個PPV 為什麼全世界 開發光國家都可以接受 因為 學者不是 學者認為 專家學者認為 10個PPV以下 不會影響人體健康 那當初你為什麼沒有這樣說 當初你為什麼沒有這樣說 當初有了 台灣 不是我們今天 管對是因為 當初有了 我跟你說 在這邊我再跟你說 5月4號的時候 民進黨的立委 吳坤裕 他說的 這是新聞報導說的 他接受採訪說的 他說2012年的時候呢 國民黨政府就有做風險的評估 那他們也有去做 所以那當時就是因為 國民黨政府呢 他們接受這個10個PPV 所以民進黨政府才做反對 所以你們當初要求說 怎麼可以有10個PPV 我們就是要零檢出 那現在政府一樣 對調了 那為什麼你們的立場也相反了 我回答你的問題好不好 好 那個時候 我當立委 我們的養豬協會來 反應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美國的10個PPV以下可以進來 為什麼要求台灣的業者要零PPV 所以我的講話是 你如果要求台灣是零PPV 你所有進口都要給我零PPV 是這樣子的喔 對沒有錯 你要知道背景環境喔 對沒有錯 但是我們今天 你只說 為了這個再跟我炒這個的話 不是啊沒有跟你炒 你要顧到全民 每個人生活的品項不一樣 有人是賣這個 有人是生產這個 所以全世界為什麼有一個共同的標準 Codex的標準 不是那個 為什麼它可以10個PPV 因為專家學者認為說 10個PPV以下不會影響到健康 但是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的情境是因為 還是你不知道這個資訊 我不是我那時候的是養豬業者 他們要求我們國內養豬業者是零 然後要對美國開放是10個PPV 所以你覺得說現在對養豬業者也應該要開放嗎 我們家我們就是台灣的養豬業者也應該要開放 我要求是同樣的標準 對沒有錯 我要同樣的標準 我並不是在跟你講連或是死 其實真正連還是很難做到 因為那個alurance 都會跳的 不要跟我說 好我想呢 所以喔 先把你的立場反覆是 我的立場很清楚 很明顯 我的立場很清楚 就是說 你對國內要保護我們的產業 因為我們是農業官 你要保護我們國內優先 輔導它 讓它有競爭力 有強度 然後 至於美豬要不要進口 現在還沒時間還沒講 不然這個INZ進行式的問題 TPP會不會成立 還不知道耶 那個十二股還沒有我們的混 然後 它談了以後 還有很多行政問題 還有健康風險 所以我很清楚再 再先示一下 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是非體 在回答問題 而是說 我們的環境是這樣 我們是農業性 我當然要堅持 捍衛我們的農業 那麼豬農 你為什麼可以要求台灣的豬農 零 然後 讓美國 那個是進來 其實 現在加拿大 河南 這次你們都不去反對 不是這樣子的啦 是 所以當初其實都沒有開放 然後現在當然的話 就是 我希望說 我再重塑一下啦 國人健康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 我是台灣唯一 第一個縣市做的 我也要徹底去執行 第二個 第二 不是你如果沒有要求零檢出 你知道那個 有幾個議會 幾個縣長 像包括說 宜蘭縣長 林從前他一樣啊 他表態說 收入金就是要零檢出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回答 他就說收入金要零檢出 我這邊告訴你了 然後我希望說 我們嘉義縣的縣長一樣 維持收入金也是零檢出 我告訴你零檢出 是你在講四輝題嘛 你什麼 你國內的都當零嗎 也不是吧 現在是說 我們要求 保護台灣 我們農業縣的產業者 所以我們要有公平的對待 所以我那時候要求 你要求台灣零檢出 你美國也給我零檢出 我跟你講 那時候時空背景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還有很多 我們出口的爬 我們出口的水果 我們出口的巴辣 有那麼多氣 每個人都可以跟我們要求 零檢出 你後面還有講到說 你還有針對我們的市場 就是一些豬農 或是他賣的那些豬肉 也下去做檢驗 然後目前檢驗出來的 也都一樣都是 我們嘉義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抽到的 我們是用抽檢 沒有辦法每個 沒有辦法每一個都去檢 在台灣將來 你可以表達你的立場 因為我想在上次的 我們立場很清楚了 先長你聽我說上一次臨時會的時候 你有說你在那個 說你們民進黨開會的時候 你可以在中常委 什麼會議中 你可以表達一下 就是我們嘉義 就是我們的立場 那我希望說我們的立場 一定是要零檢出 不是如您所說的 之前說的零檢出 現在是符合Codex標準 要10個PPB 以上就是我的建議 謝謝先長 我一直去講話 當時候我講的立場很清楚 跟我們一樣零檢出 你不能不公平對待台灣的業者 至於10個PPB Codex 這個是世界共同 大家認同的一個數字 是不是可以做 這個是等到有TPP有談判 還要讓我們加入之後 還要再去做各國的風險評估 而且這個牽涉到不是給它低 它會牽涉到其他產業 其他農產的 你要進來 你可以找麻煩 但是我們也有很多蘭花 我們有很多的食品 我們的蘿蔔 我們的青花菜 都在出口 所以我們是要 我強調的是健康 那健康不是你說健康 我說健康就健康 是人家全世界有專家學者 而且有風險評估 然後我要求國內 我們國內對待要公平 政府也應該先被預算 在未來不可能或先 談判的時候 你先給我們強化 我們的業者 能夠有他的競爭力 跟世界競爭 以上就是我的具體態度 謝謝 何所玩 何議員 各位大家好 館長 那個過期 我們開關在第一任的時候 因為 我們就是有這個 比較好問 比較難問 剛才我們那時候 遇到麻政府這次 我們有一些重大的建設 沒辦法清楚 或是說 我們可能有大小房子 現在說以後 中央已經換民進黨這次 你又是一個流行的首長 我們的總統也是一個流行的首長 白白又是港政黨的 我想要請教說 未來 你第二任 你現在 你現在沒有 算沒有連任的包袱 你有一些 你對開關的理想 你的願景 你要去落實 配合現在中央的政府 我們的產業也好 我們的交通建設也好 或是我們的農業 文化共同也好 你有什麼想法跟方向 謝謝何議員 我想我們共同的期待 就是嘉義 不是三 我們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三個世界 我們的院俠市是頭上層的 其他的工商大縣 雖然沒有升格 院俠市 是經濟艙前面的商務艙 那我們還是做經濟艙 折客票的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 小英獎的選舉 贏三百多萬票 就是他把全國人民宣示 公平正義跟改革 要解決問題 所以解決問題 當然不是說今天說 吃一張藥 倒開就好 給他一點時間 我們因為相信他 所以給他 他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下一次我也不會投給他 那我們的問題 還是在整個行政區域的劃分 這個要徹底去解決 不是說先 粗部解決 這個財政收支 劃分法 跟公債法 那個 增加有限 而是說把台灣分成幾個區域 不管你叫什麼 你叫院瑕士也好 你把我叫做什麼都也好 還是道也好 就像日本這樣 都道府縣這樣子 但是你要資源的分配要公平 我們這裡有 所以 我在 人力 精簡 就是說 我們在 不改變以前 我們自己也要自力救濟 所以 開源 截流 是不會很清楚的 一個方法 我的方向也很清楚 產業新時代 開發工業區 創造一點點 我們這都不是太大了 而且還要經過四五年的區域計畫委員會 這樣只有一個中央政府政府對政府 這樣四五年 精密機械已經 兩個起起落落了 很好的之後 無心者之後又好起來 這樣 所以像這一種行政效率的怠惰 才會造成我們產業環境的不好 所以政府最大的責任 是要把產業責任做好 讓資本留在這裡 不是只說討好某一部分 要人好 這些人怕死 錢都偷偷的流走 那我們台灣的經濟就會越來越少 最近的民調是經濟產就越是占第一 人民最想要的 所以 我跟小英政府講 百日維新我希望你們要做 然後精簡 我想要那樣附贈 我為什麼要這樣調整 第七人 但是因為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的 然後我會把人員 把它分配到 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去 可是我們也要保障 它現有的職等 跟薪水 這個是一個原則 第二就是我們要發展觀光新時代 既光來給它拖十三年 裡面其實有薑水又糟味 但是它已經跟嘉義 變成生命共同體 所以我就當作嘉義的一部分 我們怎麼樣在這一段時間內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把故宮的規格 跟速度可以 弄得更好 變成嘉義線的發動機 帶動我們周邊的外域效應 不管是觀光 不管是我們的農業 包括是產業 這個都是我在講的我們的方向 那方法呢 我覺得最要請的還是政府 要有一個公平的一個國土 重新規劃方法 像現在把你國土計畫 我們二十世紀沒有給我們 不是我們說 現在 新特是什麼人 是中央政府那幾個人 決定把 六七千億到那裡開始 一直下 一直下 它這發展 不是新特人比較厲害 我們不比香港 我們不比香港 現在二十一世紀 我們要等待機會到我們家 國土計畫有給我們公佈 車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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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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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盡全力去爭取啦 說得難聽來說 我也是去中常會講話放炮的也是我啦 所以我想我會盡全力 讓嘉義在這一段時間內能夠改變 市長 如果說手臂出來不出來 你剛才說你的權利爭取 有比較具體的說你有什麼重大的建設 你現在心中 包括譬如說佩地港有機會翻身嗎 這個我已經都開始在做啦 他們還沒有執政之前準備工作 前市主委我都已經做規劃 因為規劃都要花差不多半年以上時間 你之前都做基礎的工作嘛 所以故宮 旁邊就是變成藝文文化特區 微型博物館區 所以我已經找很多企業希望他來蓋 我們關係沒辦法負擔你蓋微型的博物館 這些變成大家要做的怎麼做 第二 故宮你給我回覆原有的定位 行為規格 展覽面積縮水啊 那個典廠面積本來零 後來我要爭取六百多 你現在外面的那個五十公頃的園區 你到底要怎麼開花 如果BOT你已經簽了 法律上不能解決 那你也要什麼時候給我 布地港 我們現在布地港 最大的問題是 政治給我們升格為三港 從那一天以後 從來沒有一架五千噸的船可以進來 不是外來 是我們都餘沙 所以後來馬英九選舉的時候講要 南北黃泊體延長到外海 深度採購 外面以前的我們腰會通 現在外面已經十幾萬噸 我們現在一兩千噸而已 我們五千噸就沒辦法 所以不是輕於而已 我要求這個部分做好 以外布地港的整個專業園區 那裡有那個專區 產業專區 我們希望能輔導我們沿海的 這些產品到裡面去 去做比較乾淨的 光光的加工的一個製程 然後那個布袋的交通 都在福德橋搭掉了 發展多好也沒辦法出入 所以我已經規劃好這一個 布袋港到第三漁港 這個要差不多十一億的這一個路 用它來環融整個布袋跟沿海地區 所以像這個我已經提出來的 平台交通的公路系統的 交通 我們當然生活圈的計畫 我們都是蘇拉姆蘇丁 但是優先次序的優先次序 我們有排 可以做到 但是譬如說台十八線 我就是堅持你一定要變成國家大道 這條路一般以上是 路客 觀光客在走 叫嘉義政府去維護 我們怎麼有辦法 所以你這個頭腦如果講話 給我定位 可以嘉義政府去維護 我們都流到人物局去 人物局 在家裡去 十幾月去一個快樂生活圈 只有一個北門站 我們站 主期開始到阿里山 我們站95%以上 他把我們做什麼 問票你收 所以我說五五差賬 每一年都跟我講幾回 我今年繼續講 所以增加嘉義的財源 這個我都不會放棄 那其他的 其他的教育的部分 實驗教育法 這種資源 我也要多一點 館長 現在我們這麼多鄉親 都期待說 要精通倫體 我們要有優所作為 我也願望 你這個第二任 我們剛才有 跟港政黨的總統中央政權 你可以好好打招 跟你說的這些東西 不可以讓大家希望 這也是我的希望 我也是 中常會 我就跟他說 你沒有蜜月起的 你只有 百日為新 工作不好做 不好做 民意如流水 也會下來的 所以這個是所有政治人物 行政首長都要共 自己要共勉的 我相信 我是天憑在心中 我自有我的是非觀念 我在這邊包括國民黨的議員 我也跟大家報告 我真的是覺得 嘉義的整體的進步 是比我們 所謂政治的 在那邊辯論 更有意義的 所以今天 我在這裡 我也跟各位在講 民進黨執政 是因為大家相信 蔡英文會革新 那他講的 解決問題 跟溝通政府 我希望他做到 他沒有做到的話 下次 我大概也不會支持他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縣長 那個剛剛 我聽到你的市政報告 我想縣政如馬 經緯萬端 他剛才利用 將近一小時的時間 做一個報告 我想有很多 有很多應該是說 我們現在 昨天我們的遠見雜誌 有評比你是4.5顆星的縣長 我想我們有很多 現金條件不足的部分 包括就是說 我們沒有離島 跟發動的特別條例 然後你在雲加雞的部分 你的施政滿意度 是白在頭前 在那六度的部分 你也是 跟他輸 我們的賴神 跟我們的高雄市長 陳菊 我希望說 我們可以 再繼續打招 4.5顆星 我感覺這是非常不簡單 所以在這裡 幫你做一個困難 以上 謝謝 謝謝議員 很肯定 不過我想 這都是團隊 雖然說是管協4.5 是嘉義憲政 團隊還有議會的支持 才能受到人民的肯定 所以是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那我們還是希望再努力 因為這個硬指標 基本上我們就是都輸人 花東有建設條例 離島有建設條例 所以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一直在期待 政黨輪替之後 是不是有機會 讓我們能突破 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大家 好 來 蔡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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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承 最近有8.5年 施政計畫 你過在他要這樣 現在要改 改下去這樣 那是李處長 來用的意見 那是科西 主辦的意見 我們山長跟幾個主管 一起開會 那我是希望是說能夠更清楚的 把我們一些這個施政計劃重要的 給大家知道一個方向 我本學實在給你這真的有改變 真的給你考慮了 我做那個社會議員 每天的施政計劃裡面都跟我說 啊 要做什麼 做什麼 這邊整個都給它寫出來 都把它量化出來 核心業務寫出來有改變 啊 這種 這種施政策 這種的就是含中央 中央我是一樣都這樣做 因為譬如說我們的 個業務單位的核心計劃 裡面 醫生偏多少 我準備要辦幾項活動 幾處 還是要做什麼建設 要完成幾趴幾趴 啊 你醫生有目標 啊 我們到決勝的時候 才有一個檢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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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是要在這裡 改變成100分 真的有改變 我們在欠錢 這個是議員對醫生做來行 你經常知道 那我們自己也檢討 覺得那種刻板僵化式的念稿 我也覺得不好 沒有 你想要去做 所以齁 我們把很清楚的活動計畫 包括我們的管考 都重新再一套的思維 就是說你改變可能會更好 但是至少我們是往好的方向 那是對的啦 好 謝謝 那是對的 那以後我們到年底 在決勝的時候 我們到決勝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目標 說啊 這個科學 他會執行能力 當然有啊 這個 他的問題去哪裡 那你比較好 有喔 我那個檢討處 李處長齁 那人比較老齁 就看得比較看 那切梨眼齁 切梨眼看得比較遠 那就是李處長 李處長的 他來改變的就對了 他主要是主要執行者啦 我們也要謝謝副縣長啊 那我也有意見啊 那像以前都沒有改 以前都沒有改 以前在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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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子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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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就當中行政院會一週一次 只有院轄市沒有 所以我在那一次的中常會 就只有我一個說而已 我說為什麼 五都為什麼我們這裡院轄市都不是人 不然我要串連一個阿里山會議 你是為什麼要說 行政院 院長跟六都跟部會首長坐那裡 他要是12月剛好 我說剛好也要你們的事情 你想辦法我坐地板也沒關係 不然你另外把我們這裡的館子的一個月開一次 這樣也好 這個至少你聽到的是 都那些大小的 大小的聲音平台問題 我們的問題要說 只有沒時間 所以我說要改革你從這裡改去 你都可以去問他們 就是說管長你有參加就對了 我沒有參加行政院會 我去中常會碰 你是中常會啦 沒怪 我就是說我看著新聞電視鏡頭出來 你現在高雄市的市長 人家五都都有準備啦 高雄市市長他去說什麼 說他要改革的問題 希望現在中央政府 他們的檢報的 檢報那個窄口的 趕他改革啦 台中市啦 說什麼問題要處理啦 投行啊 說什麼問題要處理啦 我說喔 管長 高雄市官你要做那麼久了啦 高雄市官的問題出在哪裡 你也要去那裡講一下 我怎麼不要他講 你要他講啊 我已經 白雄市你對 給他說白書衛星給他三個月 剛才何議員在說的時候 出來說你還要替他講話也沒關係 但是 要給他時間 但是白雄市都沒有了 我們高雄市官 我們高雄市官 你也要去講啊 我還在自家 說一下他還沒聽 他們都去清除完啦 都沒想到 叫他再一個問題 高雄市官在檢檢檢要對 我絕對沒有檢檢的 講話跟總統 英伯比較高的 大概全國只有我 我就是注定 我在總統會就是說 從以前到現在 行政院會只讓院轄市 這幾個市長去 他們平台 他們講資源 他們講他的問題 你們只聽到他們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 你們都不知道 你也不要讓我們說 所以我要求要讓我們進去開 所以 你時要給我回答說 小英說 為什麼不給他們去 他說我們那個行政院 那個位置只有22個位置 靠著六都市長 靠著這裡的各部會首長 沒位了 我說沒位 你要想辦法去 拜託二拜或是去擴大 不然 你為我們這裡管啊市 另外再開一次 你可以每個禮拜開 你一個月給我開一次 我才有辦法把問題 建立一個平台 然後你才能夠解決 我在中常會講的 升英倍最高的就是我 神聖的宴會你也是會參加嘛 現在就跟你說 沒有要跟我們搖 跟我們說 沒有要跟他搖 所以我現在就是跟他碰 我就跟他說 你要給我們 所以他現在在研究 你這要整個要有一個構想 教育官欠什麼要 要現有要解決的問題 要中央幫忙 你要有一個架構 你不要讓我來做館長 我齁 那一一一列之後 我已經把所有的這些問題 寫成一本了喔 寫成一本要分優先次序喔 去講的時候要在哪一項要緊的先講 我都準備好是 他們還沒讓我去 所以我 我也幾乎快要變臉了 不是這個意思是一家啦 我給你一樣 你也是 不是說看到這個人都記名去說他對待要解決 對待要解決 那教育官我們沒看到都沒有 我們台南都問答 要去先去看 我們當年的魚四季也沒來 我當教育官都很好 都相安無事 沒有喔 我該說的我都會說 對啦 這樣對啦 我一點喔 本省也一直很忌問 我想說就用這裡請教一下 這邊喔 副總統 我們副總統 他去年之後 這個 這個內閣在敗 我覺得他很用心 很用心 也沒有倫理說 是哪純政治在分散 沒有啦 沒有 他真的有要做工作 我看他出來說他要做工作 他就叫我當個性 真的要做工作 但是一點我就說 是怎樣 當然 翁 翁局長啦 翁長啦 他就位農委會做副主委 他 我也很困難的能力 是啦 那為什麼他去做農委會主委 當然這一定是人推薦 要中央關聯的應該也不錯 那怎麼農業處長 林處長沒有 應該是比較適當 這個是不是 不是你是沒比較推薦喔 我是覺得農業處長 因為喔 去中央的決策啦 那是一種政策決定的 不是說處理得優惠啦 啊他真的真的 是人才 我覺得農業處長是不錯 他在架構幾個代表 他在架構幾個代表 我們所有團隊都是人才 你怎麼沒有 你不是要剛才這樣 我還要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沒有當總統 人事 我沒辦法去決定 我其實我跟他講 翁長當了11年社會局長 事實上 你應該把他放在衛福部次長 他說他就把他擺別人去了 我們就農業官啦 所以他這隻 我們這些農學農民 我經常有很熟 翁長能力也不錯 在家裡也很熟悉 那他就用了他 我也有推薦林涼帽 林涼帽長得可能比較沒人圓 可能叫他去美容 我們要講一下 不過只要有機會 我們也希望嘉義人能夠上升 不是說我們的人退前去 我們就要穿 是因為標準後有人 人結地才會領 人結地才會領 尤其當院長的時候 雪山隧道一定開發 宜蘭今天可以發展這樣 這個都有關係的 我們過去 也要出過 副總統叫行政議長 但是好像 比較忘記嘉義 所以 我們現在很希望 說嘉義的 我們比較多人才會上升 他們了解我們 自己 才知道我們 痛處在哪裡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 議員的建議非常好 我也希望 大家都有機會 其實不是只有他們兩位是人 大家都是人才 所以 中央要用 也就要我答應 因為 一次都要給我們投票 像我一個 其實 政府最嚴重的就是我 你如果都找到了 我管部就沒辦法提供 對啊,是說好人才 我要留在那種地方 對,當共同為你打招 好,謝謝你 好啊 大家好,縣長 上次 你的施政計畫裡面 大部分其實我都滿認同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遺憾就是 你欠缺那個 關於這個動保業務 就是上次民壽事件的 這個一些你的期待跟願景 所以我是建議說 你是不是可以找一個時間 或者說由處長 那特別來跟我們會議報告一下 因為上次那個事件 事實上對你個人也好 對家裡憲服的形象 其實傷害蠻大的 我們也不希望這種事情再次發生 那可以好好的把 找一個時機 找一個機會 好好的把你對這個事件 未來的一些處理作為 那規劃方向跟大家報告 這樣子 好,謝謝 福福議員 妙妙是那個 一種很挑食的 一種很挑食的 三比八的 一種很豐富 一種很豐富 我們的食安教材最新的 你關心這個問題 我也很關心 但是這個 流量權的問題 事實上是一個全國性的 普遍的問題 要臨幣設施 但是 居民抗爭很多 地墓的使用 都是問題 所以 很多縣市都沒有 你還記得 台北市長在選舉的時候 連勝文說 如果這種的都 上場去分辨交易就好了 他好像 我們又是一個國家 第三世界 所以 我們現在已經 有正在做 有興奮事業計劃在做了 我們希望能夠 解決多一點這個問題 那我想 處長會再跟你們報告 好不好 好 這樣 我們今天回到這裡 來吧 來吧 我找他 我會想 馬上 有